那么蛋白尿繁繁复复 医生送你四句话 预防尿毒症的发生 药物治疗只是一方面 要想长期保持 这个蛋白稳定不复发 那只坚持吃药 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要综合控制 影响蛋白尿的四个方面 记住这四句话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防止 含尿毒症 第一 药方面 要长期吃 重监测 疗效就更好 一些降压药 比如说沙坦类的 或者普利的降压药 还有一些降脂药 如他定类 也有一定的降蛋白的作用 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 为了更好地发挥药物的作用 那么肾定患者 一定要坚持服用 维持长期的药物浓度 就能够大大的降低 蛋白尿的浮发 要重视监测药物的水平 和治疗的效果 第二个方面 就是饮食方面 要低盐饮食和优质蛋白饮食 第三个方面 是感染方面 一服二服三药 有备无患 有蛋白尿的肾定患者 一定要预防感染 要注意个人维生 要注意防寒薄温 避免流感 三药服药 和注射疫苗 预防 中医呢 也有一个经典的方子 叫预屏风散 可以有效地提高人的免疫力 预防感染 我们一般的是 黄旗时刻 白竹时刻 防风时刻 我们开水呢 这个冲泡 带茶饮就可以了 喝一段时间 就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对于气虚自汗呀 预防感冒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适用于气血虚的朋友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第四 生活方面 要控制体重 要稳住血压 对于蛋白尿 直接造成影响的 是患者的体重和血压的控制 那么超重和肥胖 对肾小熊滤过滤都是有影响的 它还可以加重蛋白尿的漏出 血压膏会造成我们的肾脏缺血 缺氧 电阶质紊乱和高贯重 都不理于蛋白尿的控制